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8月4号 今天是4号吧 我们在肯尼亚的第二天 然后我们刚刚收拾好行李上车 准备出发去马赛马拉了 今天早饭还挺丰盛的 哦对啊今天早上我又喝了肯尼亚的红茶 我想对比一下肯尼亚红茶和西达亚红茶 有什么不一样 但感觉其实都挺好喝的 然后我又吃了煎蛋 然后在面包上 还有我们今天来还吃了白香果 白香果超级超级超级的酥 一点都不像冰激凌口味的白香果那么好吃 反正我们是今天早上六点半就起床了 我也六点就起床了 六点半开始吃早饭了 所以晚上我回去快累死了 洗了个澡就直接睡了 还有肯尼亚早晚温差特别大 中午有30度 我觉得那种很热 太阳很晒 然后但是早晚就挺冷的 我都要穿 这样什么 就是这种jacket 其实今天把相机带出来了 我们去马赛马拉有七个小时的车程 最后两个小时还是土路 所以我们现在一天基本上在车上 然后昨天导游说我们新的在马赛马拉的酒店是限时供电的 因为它是在大草原上的就是自己发的电 所以还会限时供电 昨天咱们应该把充电宝座充上电的 我忘记了 我充电宝座充上电 好吧 然后我今天穿的是有这个打肠裙子 就是特意在非洲买的特别有非洲的公主 然后来一会给你们看一下肯尼亚的内罗比的走高峰 我们现在在东非大猎 哦 黎硕南我又想起来了 当时我们高中军训的时候两张床拼一起睡 然后黎硕南就是害怕就睡到中间那个口上 然后早上起来浑身疼 就跟我们讲说他睡到了东非大猎鼓 超级超级可爱 然后黎硕南如果你在看给你看 这就是你睡的东非大猎鼓 然后疼的是吃到树的那条虚线就是东非大猎鼓 肯尼亚是贯穿它的中间一个十字 我们今天不知道会不会遇到赤道人 不知道赤道也蛮 那看一下我下一次想去哪 我想吃摩洛哥的阿尔吉利亚 大家下一次啊 还有那个点应该是毛里丘斯 热灰好大 我们现在也在土路上了 因为就是土路嘛 所以就羊起来瞎子 所以就会有灰 然后很简单 就要戴上口罩 然后把他照起来 最近我说不了话了 羊的都是沙子 所以说就是要都躲起来 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 这是我们的车 就是撞我们的车 然后诚实的要讲解一下 来自非洲前方的报告 就两部车这样 然后我们就有点 就开出来一点 然后它开锯块 然后就帮我们撞一下 然后它就掉到坑里面了 坑里面然后轮子就掉下来了 然后看到我们车现在就成这样了 我们车又怎么了呀 作为当时坐在车上的观众 我觉得吃瓜群众怎么看 我不是吃瓜群众 我是当事人 说呀 当时就觉得 快点说一下吃瓜群众 哦那个就是个坑对不对 哎我手呢 这就是坑 然后踩在这边 我们现在已经进了马 塞马安国家公园 一进来就全都是折马 你看有多少多 这边是一大片 然后这边还有 两斑马 这是我们的厂棚车 我觉得很酷 那边也有牛 这是城市 你看单板 这是我们后面的车 你看超级超级多的椒马 还有我们的车 往那边看真的是超级多 你们有没有看到大狮子 你别认识 我想拿铁了 你们看狮子 它要趴下了 它们说狮子就跟大猫一样 每天就是躺着 找燕梁的地方躺着 我们找到了一家狮子 他们是要准备生小孩的那个 母狮子在睡觉 公狮子在 也要准备睡觉 所以还没成一个四十 那么多 好酷呀 它感觉不是筋感色 你啊 你夹了我头发 对不起 大家都是拿着长青短炮的 后面我们的出度也跟上 它有脂肪在外面 对对 看 狮子 它好像醒了 对劲得看 然后狮子后面就是好多好 好多好多的脚马 但是它并不想去吃它们的感觉 狮子醒了 它睁眼了 公狮子睁眼了 它长得更像 Scar 不像是 对不像星巴长的 我们再照个照 这睡得真的好开心 不能到肚子 它们喜欢被挠头 拉铁都不能到肚子 它会咬你 它会抓你 它们要走了 哎呀 刚刚我没有录到 这个公狮子大母狮子叫醒的 好大呀 哎 它们要干嘛 哎呀 那我这个视频 要那什么吗 上船的 不厚厚厚的狮子 刚刚我 刚刚挂上镜头 然后那两个狮子就叫了一声 就结束了 我真的是一人不喝 就标准了 哎呦 其实刚刚他们说 狮子平均就算是 我以为等了有十来分钟 平均八秒 平均八秒 这是最长的一次 有八分钟 我又想的是 本来我们的 就是可能那种 十来分钟就没有录 结果就没有录到最好 现在 找到了一群大象 有两只 那边有很多只 然后 这还有一只 还有大象的屁股 那边 这些黑点点 就是成千上万的千席大径 忘不到头 他们就都在 朝一个房间 在朝那边走 真的是超级的 哎呦 那边挖过了 那边 你看 他们从那边搬过台的 看不见了 你看 这张机 午餐 感谢观看